而在端午节光复乡泰巴朗部落 在俊纳池办理了传统足阀龙州竞赛 受到疫情的影响 参赛队伍和现场的人潮是比历年来明显的减少了 以往主打趣味阀足阀的噱头 随着近十年来的竞赛 美姿队伍不论是在超州还是在华州的速度上 都明显的精进了许多 因此趣味性已经不在了 哨声响起两队竹筏周挺同步出发 不过划不到十公尺 这次队伍就开始离航 与终点分道扬镳笑翻全场 不过由于台巴朗部落每年端午节办理的传统竹筏龙州竞赛 至今也超过了十年以上 每支队伍不论是超州还是华州速度都有明显的进步 少了趣味性也多了一份竞争气息 主打趣味性全民参与的传统竹筏龙州赛 以往最为人诟病的交通进出动线 虽然举办单位每年都加强宣导尽量维持进出交通的通畅 也呼吁游客民众能遵守 然而在交管不佳于民众不守规定之下 也影响了救护交通引发抱怨十分可惜 而今年受到疫情影响仅有28支队伍参赛 再加上温度破表到场观赛的优客民众人潮也明显减少 记者时玉兰光复采访报道